少族人年度一大盛失的祖林祭在9月份即将登场 但在疫情当下如何保留传统祭祀文化兼顾防疫 也让少族人伤透脑筋 就是手牵手啦 或者说一起饮酒这个比较亲密的这些动作存在嘛 那如果说撇开这个东西的话 好像这个文化的祭典会有一点感觉很奇怪 就是没有那么真实 因为少族的最大的传统文化祭典就是在陆史安这个部分 陆史安这个部分有迁移到有做祖祭者 他会让他老婆直接到少族的心事里面去 可是就是因为这两年遇到疫情 然后导致我们没办法新的那个祖祭者产生 然后未来有新的祭司产生 所以大家非常的失望 少族人为此也特别召开布罗会议 研讨今年祖林祭的相关规划 希望让活动既热又安全的进行 今年的讨论就是祭不要流失 但是我们就以简单的方式传承我们文化跟祭典 但是在疫情这方面呢我们当然是有加强 我们有护卫队啊也有一些护卫队啊 然后我们自己也在做管制 那一些相当的防疫的防疫的清洁 防疫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在做 县远石器农也相信透过少族人的用心规划下 今年祖林祭活动能够安全圆满的 来顺利进行 就这个祖林祭的部分来讨论过 在配合疫情啊 今年我们大概会在防疫测试方面的这个要求之下 还有注重我们我们本身族人啊家户啊 还有游客啊的这个安全啊 随着年代的啊环境的改变啊 那又因为疫情所以我们今年啊 我想这样来处理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办理的年纪啊 祖林祭啊应该是蛮恰当的 希望透过少族人的用心规划 今年祖林祭能够落实防疫顺利进行 也呼吁前来参加的民众 都要遵守相关防疫规范 好好体验少族人年度盛事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导